廣東話 我覺得電影永遠在前鋒 當如果有極權的時候 人民失去自由的時候 電影通常是首當其衝的 在很多地方都是 一定是停了你的文化 電影的文化是直接進入觀眾裡面 所以獨裁者通常對付的 一定是電影 我覺得香港 No, Sorry 我想全球爭取自由的國家和人民 他們都要支持電影 因為它是跟你發聲的